你说这根是不是咸的呀 你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咱俩合个儿赢呗 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可以留个记忆 等我以后知道是谁了 我就告诉别人 我会先给你坐同一班飞机 快点快点 帮我钱帮你点呗 帮我钱帮你点呗 梅雅 我把你这大破包给扔了啊 到时候我真怕你 就找东西撒一地 思雨 你可千万别把我那包扔了 我那包虽然破了个洞 但是不影响用 千万别给我扔了啊 给你换了个小箱子 这样够好 以后别被你的大破包了 听见没有 这箱子不是你新买的吗 这箱子很贵的 你快点收起来吧 我那包虽然破了 真的不影响使用 我用的挺好的 不行 我买它的时候 就是觉得它好看 现在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了 刚好适合你啊 给你以后 才能帮我好好照顾它 帮我这儿的话 没准两天就丢了 总之 你不准不要 好吧 就先谢谢你了 思雨 你放心 我肯定会替你好好照顾它的 哦 对了 思雨 这些东西啊 都是我提前帮你准备好的 应该够你吃一段时间了 这些都是半成品 只要你简单地加工一下 你就可以吃了 具体怎么做 还有保质期 你看到没有 这便利梯上写得都很清楚了 你可一定要看仔细了 千万别看错了 没呀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呀 要不你就别走了 你跟我住下去吧 我都跟你住习惯了 忽然间一个人 觉得好孤单 我都已经毕业了 奖学金也没有了 就我现在勤工俭学那点钱啊 我在这怎么生活啊 我养你啊 你一人住在这儿 我在你这儿住这几年 一直白吃你的白住你的 我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 谁说你白吃我的白住我的了 你简直就是个万能的生活小助手 你做饭好好吃打扫得又干净 我才是赚了呢 思雨 我真的要谢谢你 谢谢你这几年照顾我 我才要谢谢你啊 傻死了 好了 好了 思雨 你就送到这儿吧 没事就给我打电话 听见了没有 我知道 对了 这个航班我有认识的人 给你免费安排了升舱 你上了飞机之后 我的人会主动过来联系你 要不然这十个小时的经济舱 太招嘴了 谢谢 谢谢 思雨 我这辈子 能跟你上同一所大学 还能跟你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林梅雅 真的觉得可知可知 谢谢 我给你帮忙 帮我帮忙 我也有帮忙 谢谢 谢谢 我们会再试试 很开心 您有一个第一课的椅子 我没有改变的椅子 真的吗 您不认识学书 对不起 我没有认识这个人 您想要喝什么吗 同样的 请不吝点 好的 知道 谢谢 我这才明白 思雨她帮我办理的 根本就不是免费的生仓 她那么说 只是怕伤我的自尊心 为了让我心安理得地 接受她的好意 如果我和思雨 不是在巴黎 念同一所大学 可能这辈子 都不会有交集 我拼命地读书 才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的爸爸 砸锅卖铁地供我 为了让爸爸不那么辛苦 我每天要打好几份工 才能勉强支付 我的生活费用 而他的爸爸 是国内投资界 知名的投资大亨 他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似乎都有属于 他自己的房子 但他也会像 同龄女孩子一样 却担心 去纠结很多事情 只有钱 是他生命中 唯一不用发愁的 即便他和我分别处在 生活的两极 但他却非常地尊重 他让我真正地认识到了 有教养的出身 是什么样子 也让我明白 自己必须要更加地努力 才能把他默默帮到 我的一切 一样一样地 用恋爱的方式 团得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对不起,我可以喝一瓦的瓦吗 好 不好意思 我最近这几年 全部都在到欧洲 国内的娱乐情况 我不是很了解 你是不是最近刚出道的 你是唱歌的 还是拍电影的 你说出门走到哪 都有狗仔对你们 咔咔咔一顿论拍 隔天就上头条 我肯定也找保镖 你说这帮狗仔 你说这帮是不是闲的呀 你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咱俩合个儿赢呗 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可以留个纪念 等我以后知道是谁了 我就告诉别人 我先给你坐同一班飞机 快点快点 帮我前套面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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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 不是 你 你 我 不是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